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当您订阅频道时,演员们会很高兴,迪丽热巴最新短发造型,太有违和感。 作为时下最炙手可热的一位人气偶像,迪丽热巴深受粉丝们的欢迎。 而就在今年,她还担任了创造营2023的男团发起人,使得自身人气更加高涨起来。 以往大家对热巴的印象就是长发飘飘的新疆女子。 都说女子是能驾驭各种发型的,但热巴却被短发坑惨了。 迪丽热巴短发造型拍摄杂志,却好非主流。 这个发型和笑容包括姿势仿佛倒退了几十年,像是上个世纪的拍摄画风。 虽然笑容甜美,但这个短发真的很非主流。 迪丽热巴短发的新造型一出,立刻霸占热搜。 不知道这几年是审美疲劳,还是迪丽热巴五官不太耐看。 感觉如今的她没有当初那样令人惊艳了。 网友们纷纷表示,这短发太有违和感了,一点不适合她。 其实迪丽热巴留短发并不是第一次,早在之前迪丽热巴为了拍策划代言就有剪过。 照片中的迪丽热巴的短发造型也有一些朋克夸张,并不日常。 这样的颜色和发型,很多网友认为,别说日常生活了。 就算是单单拍照,绝大部分人也无法驾驭这款造型。 不过接下来这款短发就帅气多了。 对于热巴的短发造型你怎么看? 如果你是女生你会去尝试剪短发吗?